当下,吸猫撸狗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新生活方式,养宠家庭将宠物视为心灵伴侣,家庭成员,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使得宠物经济快速发展。 其中,宠物身后室,宠物殡葬也悄然兴起。 清明时节,在湖南长沙某宠物善终殿内,每个毛孩子的骨灰寄存室内都摆上了鲜花,换上了主人前来看望他们时带来的心灵食和玩具。 正在悉心为毛孩子们整理小屋的女孩,是该店的宠物殡葬师石灰。 学习医药专业的她,毕业后便开始从事这份工作。 悉心为宠物整理仪容,让主人与宠物单独相处片刻,最终将宠物活化,是石灰的日常工作。 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年要与猫、狗、仓鼠、蜥蜴、刺猬等几百只宠物告别,能为每只离世的宠物准备一场温暖的告别仪式。 她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离别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吧。 告别仪式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好好的见面了。 一般的主人都会哭。 因为这个告别仪式一结束的话,就是送往火花场去火花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每一只我都会哭。 就离别真的在眼前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如今,体面送走家庭成员,成为维护和满足宠物主对离世宠物的情感联系和情感记忆。 为此,宠物殡葬相关企业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 官员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殡葬行业分析报告,市场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研究显示。 截至2020年,中国新增宠物殡葬相关企业超过1400家,同比增长51%,并超过往年的相关企业增量的总和。 石灰告诉记者,来电内善中的宠物有不少是意外离开或一出生变夭折的。 他们的主人十分需要一场与离世宠物爱的告别,以此宣泄情感。 从业以来,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为一对河南夫妻因病离世的伐斗犬做的告别仪式。 石灰介绍,出了一次体面的告别,宠物主常常还要求制作宠物毛发挂饰、相框、百剑、骨灰金石、石膏像等纪念品。 每逢宠物生日、清明节等特殊日子,他们都会带零食、玩具来看望爱宠,陪着他们说说话。 然而,尽管宠物殡葬行业发展迅速,但其仍旧存在无相关规范性法律法规、行业无标准、经营不透明等现象,使得这一新兴行业一直悬在半空。 门店覆盖全国多个城市的天宠宠物山中店,在宠物殡葬行业,以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 其宠物殡葬师需培训上岗,每座城市的店都拥有独立火花厂,且与多地政府达成动物无害化处理业务合作。 天宠宠物山中长沙店主理人李斯也呼吁相关部门管理这一行业,让宠物殡葬进入大众事业。 像英国、日本,它其实是一个发展比较相对成熟的一个产业了,但是说国内的话,其实它兴起的话,是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一个产业走到一个标准化,走到一个常规化,让大家对这件事情不再是非常的避讳这样子。